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首先奪了我们主持人的肾脏功能的命 接着就奪了观众的Data Plan的命 一个节目就烧了一个月的Plan了 对了 那怎么算好呢 我决定了 权命拉松要改革 对了 要打破网台的纪录 啊 你想搞什么 一集做四个钟 哇 这么拿名 大家同不同意 好了 大家迟了开今晚的奪命拉松 亦是因为最近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听众 大家看看 想想办法帮我们解决 就是我们在这个Wildcast 联络 就是要去Streaming 去YouTube的时候 就经常YouTube就连不了线了 我就由7点半开始 一直连到现在8点05分 才可以连到 究竟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知道我们这些基本上都是 IT高手来的 低端的IT高手 我怀疑是Wildcast的问题 Wildcast的问题 我怀疑是Wildcast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升级呢 有机会的 怎么赚你钱呢 就是免费的版本 慢慢用一下 但我们这个已经是给钱的 你这个给钱吗 要再给吗 哦 这样 软件是一件最简单的 所以我不怕做软件的 你知道我做系统的 就是奸赏 我不怕你不给钱 就是不断用这些科索 我不怕客人不给钱 因为你不给钱 不方便的时候就给了 特意拖曼你的速度 搞你搞不定 然后你就会问 为什么这么慢 哦 因为你的版本是旧版本 你想快就怎么办 就升级吧 就是这样 大家帮我们了解一下 是不是这个Wildcast的问题 首先有几件事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我们的网聚 本来因为反应太热烈 我们就要加开 周杰伦演唱会一样 就要加场 23号晚上 星期六就加开一场 很多听众 我们告诉你们 你们就不回复我们 所以呢 再一次呼吁 如果我们已经通知了你 你是23号晚上的话 你来与不来 都要回复的 因为呢 我们是要准备 这个饮品和食物给大家的 如果不是呢 你们不回复的话 我们就预计了 譬如10个人 到时到后有30人来 那就真的 除了banana之外 就没有东西吃了 记住了 23号 20号那些是很乖的 很多都回复了的 其实 31号晚上 这个犯罪的那些 就是倒数犯罪的那些 也很乖的 记住了 到时我们就没有 31号晚上就没有预计 收大家的 就是400元的 食饭的钱 但是我们因为 那个菜式 土耳其菜 很多洋製的功夫 是要事先 告诉他们多少人的 所以报了名 会来的那些 就没有脱底了 因为如果不是呢 到时 这个基隆街5号的厨 他就花了很多心机去整 那时候 他要事先花很多功夫去做 有些甚至是要 5个小时 10个小时去做的菜 所以就记住了 千万不要脱底 如果脱底 你说我又不来又不成 你捉我不了的 你又没有预先收我订金 其实我知道你是会员 有记录 对了 我们旁边有位数据专家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将大家的网上 在你们脱底的恶行 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 去公布 就公布名单 就像宽乐门东华那样 下面一路出出 这些叫做城寨脱底人 飞机王 对了 chandai man 小心点 记住没有脱底 记住23号晚 会离网罪那些 记住 看看是不是跌了进去spanmail 因为上闲网太多 闲网就会不断传东西给你 推己及人 不是 我当然不会 这是Lance告诉我 闲网上过一次之后 有cookies 就会不断传东西给你 你就会将那些 我们的 这些我真的没有经验 城寨的通讯 就变成spanmail 就跌了进去 连着那些闲网的通讯在一起 你又不敢在老婆面前找出来 不要紧要的 你就只要打 进去 kowloonsingjay at gmail.com kowloonsingjay at gmail.com 告诉我们 你23号会出席 或者不会出席 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勉强的 来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除了20号和23号晚 都是不收费的 我们给我们会员 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会赞助我们的 红酒的饮品 抗泳选也会在很多地方 采购不同的芝士回来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有好酒 有芝士 也是在圣诞之前的一个好聚会 我们还有一个 campaign 跟大家宣布的 赞锦元导演给我们了一个好的idea 就是说 城寨可不可以自己去制作一个Christmas的 greeting 写一段片呢 叫城寨人过圣诞 我们就决定了 如果你在看节目的 你是海外的 或者香港也可以 你就拍一段十秒钟 关于Christmas的 你可能在波士顿 你在温哥华 你在西德尼 或者你在冰岛 或者在外尔兰 我们很多的 西班牙都有的 西班牙的马德里 或者加罗尼群岛 你拍一段十秒钟的Christmas 有你的样子就可以 没有你的样子就可以 的景象 然后就传给我们 就是卡伦星寨 Gmail.com 导演就会连同我们的主持人的 Greetings 就会剪辑成为一段 我们的城寨人过圣诞的一段片来的 就会在我们的节目那里播出来的 其实没有奖品的 选中了 但是你就会得到一段 在这段片里面 其中一个contributor 记住了 10秒钟 那就是720 1080的解像度都可以的 最少都要720 然后就 Lance如果用iPhone拍 是不是已经是720了 iPhone已经是1080了 就是如果你用iPhone拍 已经可以了 当然 你如果是南美洲 或者澳洲 你可以拍一些三点色 我不要拍自己 因为我的听众年纪比较大 即是镜头对外 就是镜头对外 例如北美洲 当然现在大雪纷飞 波士顿 或者北美洲 很多纽约等的城市 加州可能是 拍摄一下 不知道完了没有 好像游戏 游戏 游戏 我们当然不会叫大家筹币 有时有节做这些东西 所以就只会叫大家 一起宽度圣诞 给我们的听众 可以大家看到 我们的听众 在全世界的听众 是怎样过圣诞的呢 那你在自己的家里拍都可以 在自己的家里拍都可以 不过如果是 便宜的 我们叫做 拍摄商场 你的地方的特色 是的 比如你住的地方 那条街 甚至自己的屋里面 的设计 你知道北美洲的地方 他们的圣诞市集 包括德国 或者欧洲的地方 圣诞市集 很多都很漂亮 基本上 由12月中 已经开始了 譬如 Dusdorf 等等 这些地方 所以 亦都是我们希望 可以给人 有一种感觉 就是大家可以 一起去做一样 这样的宣传片 出来 那记住 拍了之后 十秒钟 就送去 Kowloon Seng Jai Gmail.com 如果被简选 入了这个宣传片的话 记住 是没有奖品的 哈哈 被简选 就是奖品 是的 被简选的奖品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段片 是的 那今天就 公布完了 那我们 最好记住 12月17日 下个星期日 在人民超市的新地址 蕭先生的新价部 就是荔枝角站 D2出口 是 二期 5点到6点 我会有个讲座 就是叫做 新媒体与民粹主义 我特别情商 就跟蕭先生那边谈了 就是益自己成债有的 他们那些 可能要买够某个数目 才可以拿到一张票 是的 好像要400元 我就跟那边说 我就说 不如 逆下我们自己成债的听众 那我们有20个名额 那我出了一个post 其实已经报了名字的人 那20个人 那我们就会 其实是 头那20个 我们计算时间排下去 在post 下面 那我们就会 记住准时出席 那有些人 marginal的那些说 得与不行 究竟怎样呢 那你自己数一下 因为那个post 下面有写明 哪个时间 哪个时间 就是留言 哪一个是哪个时间留言 那你数到最后 那20 那你就看看 究竟自己是属于21 还是22 那你说我marginal 21 那应不应该去呢 那就是waiting list 有没有人出席 都不要紧 你去到买400元 那你说我又不想买又去 那怎样呢 那你买到400元 那是一元鸡 那你不只是买鸡 那你没有看过去广告吗 很便宜 那我们的广告里 阿萧生推销的那些 好像不是一元鸡 好像是 撿400只鸡 哈哈哈 他没有说限額 是啊 他没有说只可以买一只 但我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用支付宝呢 支付宝 人民超市 叫4支400只鸡 可不可以用支付宝去付呢 不知道 要问少散 要问少散 那记住了 12月17号5点到6点 那讲座的题目呢 就是这个 叫做新媒体与民粹主义 那城寨的听众呢 我们就reserve了20个位置 给我们自己人的 那你就 如果在文章里面 报名去会去的人呢 那就记住准时出席了 那就讲完这个 会务 会务 那就回到今天的主题 那些会务越来越多 现在做城寨会员真的多着数 一来城寨会员又多了 二来着数又多了 那三来大家看到 清朝完这个迷茫 50之后 那就是我们准备一些申请上市了 哈哈哈哈 还在发梦 我们怎样指 Anima 100 我管住你的公司 你又管住Lance间公司 Lance又管住 噢 用这样的方式 阿站间公司 大家做数 你给一千万生意 我给一亿生意 那我们都是准备的 如果找到包销商的话 那我们会通知大家 就准备这个 我们都不上创业版 直上主版 直上主版 我们的操手一定比那些 现在比联署拉的人好的 是的 那也上不了 哈哈哈哈 就算我们操手多好 有李小嘉坐在那也上不了 那我们回到今天 在留法会拉布的重要新闻之前 我们就先讲一下大陆新闻 嗯 話说是两宗新闻 一宗就是BBC的记者 是 就是去测试 究竟大陆的天网 他现在推出了一件事 叫做天网 是 天网就是叫做 天网这个字很熟 那时候 在香港科网潮的时候 有个天网 是谁搞的 就是萧生搞的 哈哈哈哈 你真是说不说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现在就是公安云 云端网络大陆的一个系统 他的系统如何呢 要介绍一下 其实很简单 我先休息一下 等科技专家来说 不用科技专家 总而言之 在全中国里面 弄弄弄弄弄弄 有一种人念的识别系统 是的 是的 这些东西现在越来越便宜 说真的 不是很贵 因为事实上 那个解尽度现在越来越高 你也知道 现在据说 大陆就已经有 1亿4千万个 现在就说 会扩展到 4亿台这些 所谓可以 人念识别的系统 一些的镜头 然后 简单来说 你去到哪里都好 你都会被涉入镜头里面 就立刻 根据这个人念辨识 就会知道 拿出很多你的数据 徐少华 他有新闻证号码 多少 其实全部联合 整个数据都联合了 整个数据都联合了 即是 它的效果就知道 你的出入 然后可能 再看你支付宝 有没有去东莞叫鸡 有没有去淘宝 有没有去淘宝买老花 旁边的那个 是不是刘世良 原来他整个跟刘世良在一起 是不是同志等等 都知道 就是 譬如说在街上 柯督尿也会知道 总之就是联合 你以为你偷情不知 联合了 联合了 所以 这个所谓 其实技术真的不是很高 老实说 很多荷里活电影 其实几年前都有过 很早很早 有一部Will Smith做的 叫做天网追击老车 就是Will Smith做的 我记得 就是上面可以监视 他很小很小的一部一部 实际上 我觉得George Orwell所说的 1984里的Big Brothers 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 都很光荣的 一个科幻小说 预言 1984 到现在 其实他写的时候 不是1984 他写1984 他写是很多年之后 1948年写 1948年写 他以为 正在遇见50年之后的事情 现在终于 2017年 由伟大的习近平皇帝 成功实现了 就是一个 Big Brothers is watching you 去到哪里呢 BBC的记者就试过 在贵州里面 测试这个系统 就把自己的照片 放在监控 那个系统里面 结果他在街上 已经被公安包围 是7分钟而已 这个效率 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 就播出来 就访问一位 在苏州的美国人 当然是老林 他就用七情相面的说 他说我在中国很安全 我现在不想回到美国 他就是用保障人民安全的角度 去推出这个天网系统 2000万个有面容识别的监控 即镜头监控 我相信这个系统 是全世界最严密的 亦是侵犯私隱最厉害的系统 我觉得技术 我觉得同时还要提醒大家 这个天网 我觉得不可能只是在大陆推出的 一定会来香港 一定会在香港做的 其实香港也这么说 其实这些系统 已经有了很久了 你看看 钉书钉是谁 林子健 警察为什么这么快 一口咬定 林子健是报假案 亦都是跟他这些全部 在咸美顿街 旺角这些监控系统 是即时面容识别有关的 那里有没有面容识别 我不知道林子健那里 起码有行路动作识别 现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 有些所谓的天网眼睛 他未必有这个识别系统 只不过是拍摄 出事的时候 有些视频就可以拿回去 拿回去 于是就可以看看 但是现在大陆那一套 完全不是这样的 他是有刚才所说的 念容识别系统 一识别了你之后 立即有数据库 立即炒了 那你千万不要想着 那我整容吧 是的 很多听众 我刚才拿给留言 我们始终是低端听众 就说以后不如整容很发达 错 是走不掉 走不掉 为什么呢 你想想想 有念容识别系统 如果你是没有被识别的话 系统就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我设计过系统 就知道你整容了 这个人更糟糕 本来没事 有几个是识别不到的 重点招呼你 找真人来招呼你 摸七分钟 五分钟就被人砸了 如果识别不到的话 立即找真人来招呼你 还死 因为现在所谓的识别系统 已经去到入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入境的时候要拍照片 是的 很多地方都是 日本也是 还有手指模 是的 即是说什么呢 你想想想 大陆的系统 无论你是外国进来的 内地的人 全部都已经识别了你的念容 这个对于很多香港的中港家庭 或者是一些男士的配偶 在内地工作的人 安心了 我觉得慢慢的 为什么Baby Kingdom 这么拥护习近平呢 我觉得不是因为被新世界收购了 而是Baby Kingdom里面 很多那些低B妈咪 老公在大陆工作 真是安心 现在真的要劝大家 你怎样在上面搞事 不是搞政治 是女人都不敢搞 真的 是吧 是中伏的 所以这个就是BBC的报道 同时 其实中央电视台 自己在9月也踢爆了 这个天网系统 他说的监控镜头 是更多的 是2000万个监控镜头 即是说他不只是放在大街 是差不多所有的地区 接着大陆有一件事叫便民症 就是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政府的服务 其实都是收集一些私人数据 就是你用过什么服务 现在究竟香港推行新身份证为什麽呢 我也是有个疑问 其实香港旧身份证 其实是 那个技术当时是先进的 就是有个chips 但是现在呢 突然间推行新身份证计划 那你说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阴谋论 坦白说 我觉得这件事 不道理不阴谋论 在今时今日的政治环境里面 究竟这个推行新身份证 是不是去采纳更多的私人数据 或者你的 personal data 而这些 personal data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足够的法律保障呢 在香港 我也是诚意问的 这件事 我就毫无疑问 现在所谓的智慧城市 香港政府的所谓智慧城市计划 在林郑若的施政报告说了出来 其实我当时在我的Facebook 我反而就逃避了 这件事我最害怕 因为可能是我们的职业病 为什么呢 这件事听起来就好像很好 很方便 其实方便大家 在所有的街上做WiFi 方便大家上网 知诸如此类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应餐的 究竟政府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呢 是不是促进经济呢 或者 两用 是的 想收取更多数据 这个如果是用得好的 就是加强保安 或者是令到方便 但是不好的地方 另一面 就好像刚才说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大陆的名义就是加强保安 令到治安捉拆 所以他说为什么 那些后乖后行都安装这些监管镜头呢 就是因为那些治安黑点 美其明中央台 他讲这个天网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所谓治安的角度去讲的 但是呢 刚才的世良提出很重要的一点 在民主国家呢 欧美国家呢 他对于个人数据的储存 是有很严谨的法例规管的 包括了就是说 那个人 当事人是可以去找回 究竟政府现在拥有了我的什么数据 嗯 他是有权的 他有权去作出这个所谓的要求 我想看一下 究竟你处中的什么数据 甚至 在这些法例当中 是要求他在保存的数据 是有一定的时限的 是的 所以有听众很聪明 我刚才看到 一路纳一纳的留言 刘家明就说 不如我们用回Nokia 3310 是的 这是一个方法 是 用analog手机是一个方法 而且是很便宜的 因为现在买给老人家 很大的 我们这些老花 开始要用的 很大粒 1234那些 四百多元 我真的 事实上有没有 很多内地的朋友 告诉我 他是不用智能手机 不用智能手机 是的 第二 我有个朋友 用智能手机 但是他真的贴着相机 把胶部 遮住镜头 遮住镜头 为什么呢 但是你这个也要遮住 你不遮住吗 这个也会出事 也会的 算了 你有没有去厕所的时候 先打一本notebook 有 哎呀 真可憐 其实大家都知道 被人掌握了这些机密 这些手机 这些所谓的手机 很容易入侵 很容易入侵 特别是一镜头 越是智能家居智能城市 他可以作为监视 和监听 嗯 基本上 我现在也预认了 老实说 我们没有秘密 我们的秘密都在这里 都说了 好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 最近也有一宗 有关的消息 意思也是 Facebook 诸如此类 其实也有这种 所谓的数据採集的限制 现在 这个西方国家就会有了 这是我所想说的 就是 Facebook 也是越来越 亏限 一些系统公司 不能进入 系统里 做太多的数据 抓捕 以前是可以的 现在 就开始有 越来越多的限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 别人的国家 就有一种的声音了 就开始有私隱权 诸如此类 这些 同样有一个平衡 你叫做 中国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除了钱之外 所以 总之 它是用 in the name of 衛理 保安等等 各方面 侵犯私隱这些东西 大陆人本身 也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贪方便 包括Ali Pay 也是贪方便 因为很容易用得到 申请信用卡 也很困难 所以变成了 用Ali Pay 也是 即的而且确 是有个实际的功能 但是同一时间 当那个法 无法无天的时候 这些所谓 Digital footprint也好 或者 个人数据收集也好 变成了官方的 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去监控整个社会 这个是 一个很大的危机 而我担心 我不担心大陆 因为我已经不回去 问题就是 究竟香港 会不会走上同样的 这条路 我自己很忧虑 特别是换身身份证 这件事 真的要问问 我们资讯科技界 见过Steve Jobs 那个? 不是 杨凌雄 我们的功能组别 莫乃光 莫乃光 这方面 我真的觉得 莫乃光 你一定要在这方面 所谓推行的智慧城市 究竟我们的法例 法例足不足够 对 我们个人的私隐保障 足不足够 还有我觉得 你都不要相信 你识隐专业 那些 一见到政府 就脚圆了 我觉得 很多时候 千万不要叶功耗隆 说外国是怎么怎么 我们怎么 始终我们是一个山寨的外国 你以为是这个 跟伦敦纽约 平起平坐的 柳伦港 其实不是的 我记得英国领事 97前离开香港 语重心诚 那时候跟我们说 香港其实是一个村民社会 Village 其实这个是 我们表面有高楼大厦 有国际城市的外壳 但是里面 其实是一班村民 一个山寨的国际城市 所以你说 能不能够跟外国看齐 这件事我真是贊成图结 如果一看齐的话 实际上很多东西 你揭开就是千瘡百孔 特别是这些 对于私隱 人权这些东西 你不要说是大陆 就算是香港人本身 他们都为了方便 他们觉得那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可以犧牲的东西 所以你有些 为了捉贖 但是如果他不是捉贖 What if他不是捉贖 他用来监控那些人的言论呢 最近我就看了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 我在台湾的媒体看回来的 就不是在香港 就是说中国网络 舆论监控的手段 就是在山东有个网友 叫做王江峰 就在聊天群组 就是在大陆的WeChat里面 叫习近平叫习包子 毛泽东叫做毛贼 在我们来说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叫的 竟然被尋印滋事罪判刑 22个月 我想知道他是在群组 还是在自己的时刻 你知道 在WeChat里面有些 等于上Facebook上帖 聊天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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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有几个人 有其他人在 好了 辩护律师觉得太匪夷所思 把这个案情 在网站上公布 结果被吊烧了 另外 有一位网友叫陈首里 这个更麻烦 在一个Pie Freak Group里面 转贴了 郭文贵里面 讲中国领导人的消息 然后转接完之后 他只是写了两个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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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们哈哈 我们哈哈 哈哈 被公安抓了 然后 嚴刑敲问了五天 这个报道就是 中国监控的程度 超越文革 为什么呢 你有个点 这个是《封传媒》的报道 文革 我们私下讲毛泽东这些不好的 要人督灰 起码你要督灰 你说我现在举报劉世良 我们刚才喝了两杯之后 他说毛泽东和江青正是个衰人 你也有个人举报 现在是没有 不需要的 是完全政府 可以掌控监控 那些敏感关键词 总之看到包子 我猜 连那些卖真是狗不理包子 都要改名 真的 不可以 不是的 你现在文字肉 如果我去推展 如果习什么包子 举例 就不是真的说习近平包子 我叫做 习粮包子 可以吗 习粮就是用谷物做的包子 可以吗 你知道 现在的keyword searching 是可以这样的 只要你那句说话里面 有这三个字 有几个字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抽取你的帖子 是的 是的 真的要小心一点 我说 你刚才是什么private group 大陆哪有private 这个字 即是现在 你在这些 无论是社交媒体 或者一些 所谓的电讯里面 甚至你发一个 所谓的SMS 我们香港那些 叫做SMS 即是用电话 短信 这些 我告诉你 在大陆里面 这些都不可能是private 你所有这些 电子讯息 第一个 王江峰先生 他都是在一个 聊天群 类似我们的line 里面的群组 群组 就是控方 中国控方 检控书就说 多次发表 诋毁万骂 敌视前任和 延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 即是习包子 延任就是 前任就是 为什么习包子就是诋毁他 说他草包子 就是什么都不懂 这个我觉得 其实如果我是控方 我就说 他是洩露国家机密 终身监禁 是不是 应该判重一点 你现在判22个月 即不是诋毁 肯定不是诋毁 是说事实 还要是洩露国家机密 等于赵紫阳 告诉哥尔巴喬夫 现在中共持有期的 都是邓小平 那才会出事 这个姓王的网友 我觉得是属于 那种应该终身监禁的 洩露国家机密 不是应该属于 万骂延任领导人 就是无策 但是无策 我认为都是洩露国家机密 都是事实验述 重复控罪 就不可能判两次 都是判一次中身监禁 不是应该 不过真的 说真的 现在的情况 这些新闻 你看到大陆整个监控 但是他的控罪是很荒谬 我读完给你听 是很恶劣 诋毁万骂敌视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 然后必然造成群众对中国共产党 顿号社会主义制度 顿号人民民主专政的负面认知 此举极易引起人心混乱 顿号社会动荡 顿号性质严重 顿号情节恶劣 顿号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 本来是判两年 上数减刑减了两个月 现在坐了22个月 习包子三个字 再加上无策 那已经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是的 共产党差点倒台 因为习包子和无策 在微信和QQ的群众里面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后面的那么惨 后面姓陈那件呢 就是一个private group里面 喂大哥 这个陈首理是河南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河南颇洋 一个公投陈首理41岁 在一个微信的聊天群组里面 转载了流亡美国 富商郭文贵的爆料文章 该文暗示中共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与女星有染 陈首理转载时 只配上哈哈意志 哈哈 他不一定是 哈哈不一定是诋毁 他可能很羡慕孟建柱 是不是 如果我是孟建柱 可以和乌冰冰一起就好了 哈哈 四天之后 公安打电话 命令他去派出所问话 这个陈首理就跟记者说 他说我遵守奉公守法 我就去 谁知道去了之后就不让他走 足足囚禁了五天 这个公安就说 他已经是涉嫌陈人之事 盘问了好几个小时 他说虽然没有受到虐待 但是 其他最惨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 看守所里面其他被囚禁的监友 都嘲笑他 因为转发微信而入狱 实在可笑 怎么会笑他呢 笑都笑这个国家 笑都笑公安 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怎么会一个人 所谓的private group 当然 在大陆里面 你是被监视的 所有的信息都会被监视 但是事实上 你从这些新闻 你看到 大陆政权的虚弱 就是玻璃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 陈先生 就真的很无辜 你明不明白 这个 審查敏感字眼 是微信做的 你被他转发到 还是你審查那些人 自己去了做什么 去喝咖啡 怎么可以转发到 为什么可以转发到 郭文贵的 说孟建柱和女星有染的 新闻可以在微信转发呢 应该一转就会被弊平 正路 这个是一个漏洞 所以应该是看不到的 你明不明白 即是他哈哈这件事 其实是对人没有影响 因为已经是闭平了 是转发不到的 其实这样就搞完了 说真的 他转了之后 哈哈你就闭了 所以他被看守所 那些人嘲笑 是有原因的 嘩 转发微信 也被人拘捕 你明不明白 因为他们在微信里面 已经过滤了 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就是说 中国已经超越文革了 超越 文革还要读灰 现在是不用读灰 刚才我说了 二千万个监控的容貌识别系统的镜头 连接大数据网络 根据我这里说 再加上现在这些 网上舆论的监控工具 大哥你身为一个大监狱 其实你都不知道 其实是 现在大陆已经有1.7亿台的监视器 预计未来三年还要新增4亿台 新增4亿台 即是5亿7亿台 5亿7台 大家说真的 上大陆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就说 很多人说 深圳超越香港是真的 为什么呢 深圳的监控镜头 比香港多 第二 深圳卖监控镜头 比香港多便宜 是Tom Cruise用的吗 他说不是 即是scan了那个红膜 他说这个是最先进的 接着他告诉我 那些监控镜头 解像度可以去到多高 是整个大产业 整栋大厦都是卖监控镜头 即是整个八个商户在卖的东西 挺恐怖 即是后面的一个产业 生产这些监控镜头 是大生意 除了国家之外 私人机构 企业 就监控自己的员工 我想傅士康那些全部都是这样的 看你会不会拔走那些软件 零件 所以我就说 其实强国人的那种幸福感 是好像Matrix那一套 即是21世纪杀人网络 22世纪还是21世纪 21世纪 22 22吗 少了一个世纪 我们真是老 21世纪就是现在 22世纪杀人网络里面 那是上世纪的电影 21世纪就对了 他就是说 那个电脑 其实是製造一个幻觉假象 给那些人 那是什么 你选择吃红色药丸 还是蓝色药丸 如果你觉醒的话 你就知道那些幻象 你就吃红色还是蓝色 那你就知道真相 那现在我觉得 就是强国人的幸福感 就是来自这件事了 就是官方 很有计划 去设计一些讯息 发放给你 去指示那些互联网 去报道什么新闻 现在连转法都控制 接着大VKOL 就全部上中央电视台认罪 剩下那些 就为了赚取打赏而爬高楼 跌死 那些他就容许了 真的很变态 我看着那段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我在长沙爬 跌死 他说他因为要赚打赏 是完全没有安全 准备 没有安全带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是一个什么社会 这个真的 是一个难以想象 我觉得是 但是这个社会的模式 我最大的惊讶就是 他会不会移植到香港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科技 政府正在申请警察 再多开一些位置 所谓偵查IT的 就是资讯科技的犯罪 实际上 我觉得他一直在升级 他们自己的 Big Brothers的 这样的监控 林子健案 是一个指示 不是 林子健案 是保释了 他好像报假案 是 报假案 是 报假案 我觉得这是一个指示 大家看到 其实已经在用那些技术 我们先休息一会 先回来 要讲一讲 现在立法会发生的事